好 來看到的是今天下午的這個副手辯論會 有可能會成為一個公開處刑的現場嗎 因為趙少康現在可是磨刀霍霍呢 好 來看到的就是這三位副總統候選人 他們在昨天有沒有一些行程呢 或者是說對於這場辯論會 他們有什麼樣的期待 跟有什麼樣的攻防戰的準備呢 好 先來看到的是綠營的副手蕭美琴的部分 在昨天是沒有公開行程的 說是要保護喉嚨努力準備辯論會 好 另外呢 這個元旦上午也沒有安排行程 也是要全力備戰辯論 那辯論會要主攻現任副總統賴清德 兩岸民生打炸等等的議題 好 其實結問對手是非常的重要的 另外在吳欣營的部分呢 也被問到說 對手有趙少康是不是會有一些些的緊張呢 他回答說是還好 好 幕僚要準備多項的政治必考題 以及總統候選人辯論會後的延伸題 顧問團跟智囊團每一天都有來幫助 他們來做訓練 並且演練各種政治議題上頭的攻防戰 好 柯文哲就說了 其實是有準備資料給吳欣營的 但是還是要自己處理臨場表現 因為隨機應對是很重要的嘛 這個部分都是沒有辦法先做準備 也沒有辦法代考的 好 這是國民黨的智庫副執行長林濤 他就說了 賴清德的中華民國災難說 會成為趙少康在今天辯論會上頭的素材 而面對這些相關的攻擊 民進黨的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恐怕是抵擋不住 他認為趙少康現在應該是在磨刀禍禍了吧 好 當然現在為了要搶攻年輕族群的選票 其實各個陣營都是拿出他們的努力跟實力了 好 來看到30號這一天呢 趙少康他就上脫口秀賀龍夜夜秀四度過招 也讓主持人跟台下的這一些觀看的民眾 可以說是驚呼不斷 好 賀龍他就說了 當場真的被收服了 真的太愛你了 好 說的就是趙少康 本來藍白不合是有點看雖國民黨的 但是呢 趙少康一來完全成了忠實粉絲 是因為這個一問一答 火花四射 好 這也讓口才很好的賀龍 完全就被趙少康給收服了 我們來看到趙少康上了一個30號的時候呢 登上賀龍夜夜秀跟主持人賀龍唱談 兩個人真的是幽默的一搭一唱 讓賀龍忍不住現場跟趙少康大告白 而高端呢 近期被爆出高層錄音檔 談到疫苗的價格 以及穩通過的一路綠燈這一句話 那侯友宜就炮轟 這根本就是官商勾結 難怪賴清德非常害怕 侯友宜當選之後 要成立特徵組 膝蓋走路 是什麼 護膝 說到做到 趙少康參加賀龍夜夜秀脫口秀 一到場主持人賀龍又拿出護膝 讓趙少康看傻 直接吐槽 你這不是老梗嗎 韓國瑜不是走過了嗎 那人膝下有黃金沒聽過嗎 但貴黨有人跪著這邊走來走去啊 他走來走去的時候 我還不是貴黨人 我真的太愛你了啦 趙少康機智幽默的超快反應 讓賀龍忍不住現場大告白 趙少康更送上這個禮物 親自幫賀龍戴上 後天下午 副總統辯論 貴賓贈送給賀龍 好不好 簡單來參加 昨天八百張票 座物徐席全部賣光光 趙少康跟賀龍一來一往 展現風趣大西年輕選票 選擇到選後康佩激起直追 而侯友宜則狂打民進黨弊案 藍原爆出高端董事長陳世忠 跟總經理陳燦堅對話錄音檔 內容提到疫苗價格不能低於七百元 穩通過的一路綠燈 質疑是否有官商勾結 侯友宜火大炮轟 當時陳志忠把高端疫苗採購合約 封存三十年 賴清德卻在辯論會上打臉 說他也贊成把合約公開 再也當這樣狂酸 蔡英文 賴清德都支持高端疫苗 賴清德當時不講話呢 助紂為虐為虎作倉 為了選舉人講這個話 根本是欲求之合嘛 你們根本就是共犯 你們民進黨在幹的時候 你都裝作美妙這件事 高端那個事情 你還念過一些戲的 連那個陳培哲都看不下去 陳培哲還是勝利的我跟你講 郭靖百姓高喊要高端合約解密 民進黨就是不肯做不肯聽 如今賴清德卻自己喊要解密 南軍炮轟為了選舉 又再搞騙票把戲 記者楊潔李玄 SNG小組台北報導 賴清德日前在辯論會上頭吧 說出這個把中華民國 當作是兩岸的護國神山 到底是要促進和平 還是給台灣帶來災難呢 引發了後續很多人的抨擊 學者現在就認為說 災難說和台獨說 兩個論述將會牽動 美中台的關係 也會加深美方的依賴論 賴清德這一番說法說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之說 引發各界的討論 現在國民黨不分區立委 候選人吳宗憲 他就點出賴清德的發言 其實裡頭有兩大錯誤 一起來聽 回去看一下你的身份證 看一下你的護照 再看一下你這次參選 參選你去登記的時候 你到底是在選中華民國 還是在選台灣共和國 這個你自己要搞清楚 所以我覺得我昨天在現場 聽到那樣 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聽錯了 再怎麼樣都不應該 在這個場合講吧 你私下跟人家拔酒言歡的時候 你講這個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在這個場合 你明明你今天面對的是 所有中華民國國民 甚至會在現場 會在電視機前面看的觀眾 都是注意 而且非常關注這個選舉的人 這時候我來告訴你 這個遊戲規則 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這個災難 這個邏輯我沒有辦法理解 再來你又說錯了一個東西 中華你說我們現在我們不是用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在台灣用的叫中華民國憲法 憲法徵修條文 我告訴你 你要不要去問一下念過法律的人 中華民國憲法的徵修條文 他跟憲法只是一個特別關係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還是在用中華民國憲法 那175個條文 那只是我們還是有中華民國憲法的存在 只是另外我們有一個12條的徵修條文 也就是說因應一些時代的問題 所以我們有12條徵修條文去取代了 也不是取代優先適用這12條徵修條文 所以憲法徵修條文跟中華民國憲法的關係叫做特別關係 並不是說我國現在在台灣只有憲法徵修條文 你這個東西你一個總統候選人 這麼高位置的一個人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先弄清楚自己到底在講 總統級該講的話還是在忍稍微 這個部分麻煩你下次在發言的時候 尊重一下我們中華民國國民 尊重一下我們這些可憐的念過法律的人 我們念了以前那些你所謂的災難 我現在開始懷疑真的 我現在真的覺得我以前念那個叫災難 因為既然憲法是災難 憲法是根本大法 所有依據憲法而出來這些法律以及命令 那不就是災難的衍生品嗎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日前在辯論會上投這一席 中華民國憲法是災難之說 當然後續他就說他自己是口誤了 可是這樣的爭議言論是越演越烈 議員侯漢廷他就通批中華民國憲法 增修條文的制定 在前總統陳水扁的任內 還是有效的 其中賴清德是當年制憲的國大代表 所以災難的源頭根本之一 其實是他 這一個所謂災難的根源 就是在陳水扁執政任內 仍然有制定過增修條文 而且賴清德本人也是制憲的國大 換句話說這個災難的源頭之一 就是賴清德啊 請問賴清德 你有沒有參與這場所謂災難的事件 有 你有沒有參與他的一個增修條文的制定 有嘛 所以你本人也是災難的源頭之一 那第二個你在就任行政院長 台南市長 過去立法委員或是副總統的時候 你都是首按在憲法上面來宣誓的呀 那你都是面對災難在做宣誓嗎 所以否定憲法的人 如何來當中華民國的總統 否定憲法的人 又如何能夠給兩岸避免兵凶戰危 否定憲法的人 你要如何對全台灣多數支持憲法的人 來做交代 完全展現了他的自我矛盾 跟神經錯亂 一方面否定中華民國 括號憲法 但是又想要選中華民國的總統 一方面不斷抨擊前面兩個人 另外兩個人呢 都是所謂的經貿 叫做依靠大陸 但是自己的經貿 在民進黨執政任內 對大陸的出口節節高升 高達43% 自己才是在依賴大陸 要批判對方 哎呀 所謂的服貿禍貨貿 但是自己執政又親口坦承 一個法不能斷 說因為這叫做兩岸東西 兩岸關係不會變 那如果兩岸關係不會變的話 你又否定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完全都沒有辦法自圓其說 這也才是在昨天的辯論會上 我認為啊 賴清德以及民進黨內部的論述當中 最為矛盾的地方 他告訴大家自己是所謂的 務實台獨工作者 對吧 這個在野黨提的問題就非常犀利 請問到底如何務實推動台獨 那美國都不贊成台獨啦 結果賴清德告訴大家 只要兩岸互不隸屬 他認真工作拼經濟 就叫做務實台獨工作者 照他這個定義的話 那馬英九都叫做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對不對 馬英九 馬英九執政時期兩岸也互不隸屬 馬英九執政時期 馬英九也好好在拼經濟 照他的邏輯 大家都是台獨工作者 所以根本不是像賴清德這個樣子 胡說八道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有額外的選擇 有額外的選擇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擇 优优忠實 是 你尤其不足 你尤其不足 你不足